嗨,大家好,我是小海,欢迎来到小海的频道。 小海来自杭州,是一名45家中年人,也曾是一名单身10年的单亲妈妈,离役后成带子年幼的女儿,赴英国留学读博。 后来遇到了Daniel先生,组成跨国家庭,目前生活在挪威特隆赫姆,为了适应新环境,小海重返校园,成为了一名挪威科技大学NTNU的高龄硕士生。 想把我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看到的沿途风景,以及感受和经历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小海的频道,欢迎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感谢您的支持。 我和女儿孝孝是2020年春天来到挪威,前前后后申请了十几个工作职位,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 这样过了一年多躺平的生活,觉得那不是我要的lifestyle。 就像有朋友说,虽然经济不用担忧,但是不甘心这样蹉跎岁月,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 小海在十一期视频里分享了自己如何思想斗争,而后决定去挪威科技大学NTNU读书的心理路程,受到朋友们的很多鼓励。 今年8月入学,12月中旬刚考完时,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一名45家高龄硕士生重返校园的经历和感受。 因为小海的本科是能源工程,博士是环境工程,所以最开始想继续申请能源或环境方面的工程专业,不料NTNU硕士招生的规定特别详细。 几乎所有的工程专业都有一条额外的规定,本科的数学课程,包括高等数学,现行怠速,概率论等,加起来至少要达到20个学分。 而我的本科数学学分数来数去只有17.5个学分,居然不符合要求。 后来,Daniel发现产业生态学这么一个好专业,是涉及能源、资源和环境多个领域,侧重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专业,没有本科,硕士直播。 NTNU也是全世界此专业的首个博士点,科研水平,距世界前野。 遭录来自各类工程、经济学、社会学的学生,是个跨学科的专业。 主要以模型模拟为工具,对人类活动的某个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能源、资源、材料等的输入、输出以及对环境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研究。 要求具备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它虽然对现行怠速有一定的要求,但对本科数学总学方的要求并不高。 所以小海就毫不犹豫地申请了这个专业,可以把之前所有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串起来。 常规申请材料包括本科学历、毕业证、各科详细的成绩单和GPA,需要学信网认证。 雅师成绩单或英语教育一年以上的经历、Cover Letter等等。 我还辅上了我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情况。 2. 专业课程介绍 Auntie NU的硕士要求每学期修30个学分,四门专业课每门7.5个学分,两年总共120个学分。 最后一个学期,写硕士论文和project。 第一学期,其中三门必修课。 Material Flow Analysis,物流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生命周期分析和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减缓气候变化。 另一门选修课可以在环境管理、顾费管理与技术以及资源回收和Python Program三门里选择。 上课形式非常人性化。 其中MFA和顾费是Hybrid。 既校园教室上课,同时同步开通Zoom线上自播课。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Compers or Online。 而CCM和LCA两门都是纯网课,但LCA全部是去年的录播课,CCM是录播和Live网课结合。 我基本上MFA和顾费课去校园上课,其他的都在家里上网课。 最开始小海还选修了Python Program计算机课,上课形式也是网课,所以最初的几周忙得像陀螺。 直到连续几个周末为了赶在周一的deadline之前交作业,经常做到凌晨一两点,觉得这不是持久战的节奏,于是忍痛drop掉计算机课。 即使丢掉了计算机课,四门专业课依然把时间塞得满满。 每门课都有教授Lecture以及有博士生领队的Teaching Assistant Team,TA助教的Dutorial Session两部分组成。 每门课一周一班2到3次课,每次2到3个小时。 教授Lecture里每年会更新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所以学生学到的都是最新的knowledge。 每门课的最终成绩一般70%由期末考试成绩,以及30%的平时作业或论文或project成绩组合而成。 所以除了平常,每周的回家作业,气候变化课程还要完成一篇论文,Course Paper,而顾费课程要做一个group semist project。 MFA的作业是由group三个人一起完成,其他课程作业可以讨论,但不能抄袭,必须个人抵较。 而每门课程有它的精彩和挑战,因为这个master program是个跨学科的项目,所以不仅仅是以数学模型模拟为工具。 在具体分析、评估,现状以及未来情景设计时,还会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甚至人类学和政治因素等多学科的交叉影响。 首先,MFA,Material Flow Analysis,物流分析的文科,主要是研究某个产品,good,或某个物质,substance,甚至某个元素,element,比如零。 在系统中,经过每个process之后的流量和存量变化的计算与分析,数学模型的推导,利用软件模拟,流量误差和敏感度分析,以及误差传播性的分析,产品的lifetime对物流的影响和驱动等等。 每周有两次lecture,一次是background lecture,主要讲述各种重要物质、产品和元素在全世界的存量流动、循环和消耗,以及能源输入和废物排放的系统历史变化、现状,以及未来可能性分析。 其中有个印象很深的案例是教授给我们讲解铁元素和steel,production时提到全世界粗钢生产历史变化和未来发展的预测。 中国因为近20年经济迅猛的发展,各种机械包括各类公共建筑、商品房地产和交通,比如高铁、小汽车的巨大需求,粗钢产量, 像火箭般的凸起,预测将到2025年抵达峰值。 而由于钢产品的寿命比较长,饱和之后,需求量和产量就会狂跌,一直回落到2065年左右,钢产品大规模退役后,才会再次显著回升。 但是,国内需求量急剧下降后,中国钢铁厂会怎样呢? 钢铁厂的自然寿命一般60到100年,所以中国的primary steel supply capacity并不会因为国内需求量的狂跌而消失。 未来情景一预测是世界贸易开放的情况下,中国的粗钢产品可以销往国外邻近国家,那么这些钢铁厂将会继续生产,直到自然退役。 可是,下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将是哪个呢?极有可能是印度。 然而印度会购买和依赖中国的粗钢生产吗?很可能不会。 印度很有可能自己建设钢铁厂来供应国内的需求。 于是,未来情景二预测是世界贸易有壁垒的情况下,中国钢铁厂很可能存在产量大幅度过剩的情况。 有大量的钢铁厂可能会面临将已不满60年浮一期就退役。 以前,学习工程专业的时候,大多考虑存技术分析,不会去思考这些社会经济甚至正子因素。 化学科的好处就是拓宽了原来的思路和认知。 MFA每周第二个lectures是methodology lecture,主要讲解方法学。 比如,从最开始系统如何定义和规范绘制系统流程图,到数学模型的建立,敏感度分析,误差传播分析,到软件模拟和分析,设计很多数学法则和公式,比较抽象。 像高斯法则,Monte Carlo Simulation,Monte Carlo模拟,让我这个早已脱离高等数学近30年的中年人来说,真的很有挑战。 一时难以理解,Daniel还帮助小海查资料,一起讨论学习,加深理解。 而MFA最难的是作业。 虽然,作业是三个人group团队合作完成。 组队时,老师让我们线上填表,我开始也不懂组队规则。 后来才发现规律,互相之间熟悉的挪威学生早已自行结队。 国际学生因为彼此不熟悉,经常是被动组队,所以也是缘分。 我们三个人,另两个队员,一个来自法国的交换生,是个是个腼腆的帅小伙。 专业是Civil Engineering,很勤快,经常主动承担任务。 另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孩,本科读的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风格就和我们这些Engineering的工科生完全不同。 她很擅长组织,比如她首先找到我和法国小伙的Facebook加好友,然后分别在Facebook和WhatsApp组成group,还主动组织Zoom的网上会议讨论。 但她不擅长计算,所以计算部分基本由我和法国小伙承担。 而我确实比较擅长也喜欢做计算部分,然而MFA的作业要求非常高。 Task里分析解释和论述部分是期望你深入调研,文献,深入写report。 第一次作业是关于化石原油和生物质油的生产系统的过程。 最开始我们不知道TA的期望和要求,以工科生直来直去的风格。 三下五除二的讨论后,简短做大提交。 结果,第一次作业我们只得了42分。 TA洋洋傻傻写了详细的反馈,我们都很shock。 我问了挪威学生的分数,他们基本在80分以上。 是我们的两倍,而国际生的分数普遍比较低。 看来挪威教育系系出来的学生确实比较了解老师的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 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自己和挪威学生的差距,也似乎有点理解了为什么挪威高校老师更信任挪威本地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第二次作业是关于挪威三文鱼养殖生产并进一步制作鱼油的系统,分Wet,Dry和DHA三层系统。 我们很努力的团队合作,我负责系统所有不同层的计算,美国女孩负责所有层的系统图绘字。 大家讨论后,法国男孩负责整合写report。 大家尽量做详实调研,详细回答问题,然而还是只得了73分。 TA的书面反馈说,虽然计算部分全对了,但分析和解释部分依然很不足。 还被严厉地批评,说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作业上全靠计算得分。 我们很郁闷,问了周围国际生的反馈,也是愁眉苦脸地说得分很低。 有的还领悟错提议,答错了方向,完全不给分。 我们觉得TA有点hush,但也深刻意识到工科生的强项和弱势。 我和法国小伙都擅长计算,但不擅长论述。 第三次作业是继续关于挪威三文鱼养殖和自作鱼油的系统,但研究对象改成了零, 以及流量的数学模型建立和敏感度分析。 这次由我负责计算和写报告。 就在deadline前的那个周末,美国女孩突然决定要退学了,三人组成了二人组,雪上加酸。 法国男孩非常nice,原来美国女孩负责的论述题被她主动接了去。 然后除了前两周的讨论和计算,我又几乎花了周末整整两天查资料写报告, 一直写到周日晚上十点钟被法国男孩催出,才撒刹车。 整个报告包括系统图、计算表格、模型推导过程和解释论述,总共写了24页。 MFA作业占最终成绩的30%,总共五次作业,每次两到三周完成,我们都希望尽力完善去多得分。 两周后,法国男孩兴冲冲地发来消息,说我们这次虽然只有两个人的力量,但得了82分,很大的进步了。 终于,我们这些国际生经过了七八周三次作业的努力,才达到和挪威学生最初的水平。 后来,我去向TA反映,我们组少了个组员,于是TA又调了个法国女孩进组。 法国女孩进组后,有利有弊,他们两个人就很自然地用法语交流,我根本听不懂,几乎无法参与讨论。 而且,第四次和第五次作业都是关于软件模拟,小海不熟悉Python软件和模拟软件。 再加上,十月底那个周末去德国慕尼黑庆祝航口的八十大寿,除了在路上在酒店抓紧时间写作业, 周日回家后继续写,一直到凌晨五点才把LCA和ClimbChange的作业全部完成,精疲力尽。 幸好MFA作业的deadline是周一晚上12点,周一的傍晚把我负责的部分又完善了一下。 而那个周末,法国男孩的父母来浓威一起出游,所以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法国女孩承担的。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勤勉的女孩,这一次我们得了86分。 第五次作业,我们得了89.5分。 从42分到89.5分,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也为期末考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与这次努力尽给了7分。 、与这次是最佛小的制衡。 是最佛的一种部件。 。